记者欧速美台中报道,中国籍敏赵鱼运60546改装游船籍敏全台鱼06659渔船,分别于本月1日及2日越界致苗栗白沙屯万海作业或捕捞,海洋委员会海巡署舰队分署台中海巡队及中部地区机动海巡队报,立即调派巡防舰艇前往去地,将张姓及林姓船长等13人带回台中港。 依违反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办理台中海巡队致出,本月1日下午1点半左右,台中海巡队PP1022艇在苗栗白沙屯百二十六里处,发现一艘中国籍改装游船违法越界,即要求该船停船接受检查,该船却拒绝登舰继续往西航行,PP1022艇墙靠登舰后, 确认该船未改装游船敏照于运60546,当天从福建省泉州市从武港出港,船上共有中国籍船长张信泰,53岁,等6人,虽然船舱内并未发现燃油, 但非法越界且拒绝登舰事实明确,因此将船只及人员押回台中港侦办,令9月2日上午7点半左右,中部地区机动海巡队台北舰, 则于苗栗外浦西方45里处发现越界的中国籍游船敏泉台于06659为规作业,经登舰后发现船上共有中国籍船长林士杰,37岁,等7人及非法渔获300公斤, 该船于8月31日晚上10点从福建省泉州市出港,非法越界不于事实明确,一样依照违反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,将人船押返台中港对部码头侦办。